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中国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中实现了金牌0的突破 四度征战奥运赛场的老将徐梦桃凭借最后一跳,以108.61分的高分逆转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近日,徐梦桃做客中心网直播间,与网友们分享夺冠的激动时刻 当然大家所有看的就是最后一跳最后一刻的那个 但是真的是,我现在就相信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新人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我真的是为这一刻准备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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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个对对手的了解,对我自己打分的了解,我非常清楚 我做什么样的动作,我能赢他,他的对手的极限在哪里 其实我都是知道的,就是真的是在那一刻的时候非常稳 回忆起当天的比赛状态,徐梦桃说 当时正是胜利期前三天,体能并不是最佳水平 但即使在状态一般的情况下,自己仍然实现了突破 正常来讲的话,我就是在我立家前不会上一些难度动作的,就状态一般 但是你即使在状态一般的情况下,最终也是有个正常训练的水平 我认为其实在这四年的系统备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谭吉在赢得胜利后,自己与美国选手阿什利·考德威尔的相拥庆祝 徐梦桃说,在那一刻,他们都为彼此开心,无关国籍 而他也终于在中国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在赛场他拥抱我那一刻,我真的我就,当时哪有国籍,可真的是没有 就是特别勤,就是感觉惺惺相惜的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最棒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两天前就是冠军了 我们现在都是奥运会冠军了,我说我们的那个梦想实现了 我是一直希望在这个项目中留下我自己的足迹 我马上回去第一件事就开始翻我雪莲的我的名片 就是我自己的雪莲,我自己点上我的名 我所有的这个栏目里,项目里,全都是很好的一个业绩 就是我自己感觉很满意,唯独就是奥运会金牌那一直是零 就是零,你知道吗,等我回去的时候刷新老快了 我当天晚上一查,变成一了 2月22号,徐梦陶在网络上与自己相恋多年的男友王心迪官宣恋情 在收获网友祝福的同时,他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未来的育儿经 他说,希望以后孩子也可以练习滑雪,将父辈的运动基因延续下去 虽然我自己练体育很辛苦,但我感觉如果要是还希望他也能练体育会更好 因为这个体育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 我是想让他先练滑雪 我也想就是11个月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就让他滑雪